领略了四川金石水稻梯田如画美景 感受了农业现代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 这个地处新南内陆的农业大省 还有哪些特色产业引领全国呢 我们来看述说四川 天府之国卧野千里 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发源地 四川用6800多万亩耕地 孕育了8300多万人 相当于用占全国4.76%的土地 养活了占全国6.8%的人 人多地少的现状 让四川在特色农业高新农业上齐发力 谱写了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如今四川至少有25种农产品产量 在全国位居第一 每十杯茶就有一杯来自四川的茶山 每十头生猪就有一头产自四川的蓝色 每十斤菜籽油就有三斤榨取自四川的油菜籽 每十袋泡菜就有六袋来自四川的工厂 每十个柠檬血橙就有七个摘自四川的果树 现代农业的种子 播撒在希望的田野上 成为推进巴山熟水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调光 推进巴山熟水农村